记者吴婉婷纵合报道,夕阳小天后泰勒斯座永时座葛莱美奖,是史上最年轻葛莱美最佳专辑得主,魁为三年推出新专辑举世盛名,又在写下惊人陈旧,专辑发行首周便已全美123,8万张销售记录空降美国冠军,创下连续四张专辑首周均破百万销售的记录, 同时也是今年度唯一一张破百万销售的实体专辑,泰勒斯新专辑举世盛名在创亮眼销售记录环球提供,泰勒斯借由新专辑中的音乐探讨自己在娱乐产业以及社会名利中的体悟,邀请到葛莱美王牌制作人麦克斯马天良神定作,天王天后联手果然冲出好成绩, 而他与英国男友乔欧文恋情也低调稳定,可说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2018年葛莱美奖入围名单今将公布,但报名范围为9月30日前发行的专辑与单曲,泰勒斯的新专辑是在11月才正式发行,将五元参与今年竞争, 不过8月底释出的首播主打歌《看是你逼我的》则有机会入围这场音乐盛事。 相关影音影片取自YouTube如早已出境请见谅。